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的压力测试可以做到十成按揭 银行的压力测试可以做到尽量 也不会做到十成 做到七成已经超级厉害 那时引起了很多揣测 到底是怎样做呢 其实十成按揭不是做不到 但未必可以是银行做 如果是发展商帮你上车 可以做到十成按揭 这是有机会发生的 因为发展商的财势不是以金管局监管 所以发展商的财势可以绕圈子做到这一件事 如果说到十成按揭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陈方安生 即是当时的高官 亦都曾经因为十成按揭 就惹上了一些小小的风波 风波就是在于 被人查到 为什么你可以有一个十成按揭 去买楼上车的呢 你是不是有些延后利益的输送 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的解释就是说 其实不是延后利益的 只不过因为他按了两层楼 他有两层楼就在银行那边 银行就用了两层楼做抵押 所以就行两个风险 计算了那些数之后 就给他做这个十成按揭 但当时就养成了一个小风波 所以十成按揭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 现在回到今时今日 2018年 其实十成按揭 有些人就在想是否可以做到 其实要你不停转空子的话 你也可能有机会做到 例如发展商可以帮你做到八成九成 剩下那一成你怎么办呢 剩下那一成呢 其实性银行都还有一些怪招 例如你在一年前的时候 不知道封了没有 因为监管和银行之间的互动 都不是这么高透明度 有时可能你要像一个用户的角度 你真的去问银行去pitch那个RM 那他可能才透露到少少风声给你 大概一两年前 都还有条招式 那条招式就是 你按揭 同时你再借多个低息贷款 其实你按揭那里 因为压力测试 你顶尽多五六成 但你低息贷款那里借得多的话 又顶尽那几成的话 刚好那边有一些 这里又借一些 总共就差不多可以借到九成十成 所以那时候买楼的操作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按揭 顶了五成 另一个五成就 就随便用一个方式 就做一个低息贷款给你 其实是一个变相的财技 或者是将一个贷款的包装过 走了一些的纳位 其实那时候的操作是这样的 低息贷款可以是什么呢 很多明目你可以考纳的 如果你的公司就决定你是中小几低息贷款 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那就是税贷 如果你收入高的话 税贷可以借到你个人收入的一个多高的比率 这里便可以吃掉那一堆的按揭 所以你这里都可以叫做勉强解决得到 但是现在这一招就不知道被人封了门了 而且都要看看内部的监管 监管等等是怎样的 以前有这一种的做法 亦都有时如果你看回一些讨论区 你都会见到一些很有趣的2003年买楼的操作 2003年大家都知道是沙士 很多的屋苑都是处于一个交投极低迷的情况 新盘起了卖不出去 当时经济、资本市场、楼市全部都是非常淡静的 地产商都说过就是它的性质是什么呢 就好像棉粉厂一样不停地弄一些面包 弄完面包就卖出去 你都是说一副如轮转的嘛 你建完那些楼都要尽快沽出 2003年遇到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建了那些楼沽不出 所以资金就回不了楼 地产商都失败着 地产商当时就跟银行夹了一条招 如果你看回一些讨论区的旧留言 那条招 现在你还能找回 因为我最近考古 找回2003年一些资料的时候 你都找到一些讨论区的留言 讨论区的留言 就是说那些2003年买楼上车的人 是怎样上车 当时譬如说标价一层楼 那时候楼都很便宜 你当百多万左右以下 实际数字不重要 总之标价当百多万 百多万 银行一定是愿意借一个很高的按揭给你 但都不可以借完 你都要出首期的 可能来说八成 借八成给你 然后八成是什么呢 那时候的玩法就是标价的按揭可以借八成给你 但实际上那层楼你可以和它讲价 这层楼可能是一百万 其实你和它讲完价之后是卖八十万给你 但按揭里面大家就写回你那层楼的楼价是一百万 然后按揭80%给你的时候 刚好你抵抗的价格和你按揭借出来的数是一模一样的 变相是做到一个十成的按揭 但当中就涉及一些取考的位置 就是明明你一层楼是八十万 但你特意说它标价一百万 就是为了你可以拿到银行的八成的按揭 同一时间地产商亦都会有些优惠去给你 那些优惠的抵抗就是 可能我刚才说的 为何标价一百万可以变八十万 就是有些很奇怪的优惠 因爬你买楼 那么地产商的抵抗优惠就很合理 那时候你可能基本上 就是计算起码卡 洗费、烂鬼离印、烂鬼交易成本、烂鬼佣金 三、四万成本可以买到一层百多万的楼 而首期可以很取巧地拼入了抵抗的部分 发展商之后再回回钱给你 所以基本上你是空手入百人 因为发展商给了抵抗你 你给了首期发展商发展商又回回给你 那这又兑了一条数 然后你抵抗的时候便宜了给你 但它用一个原本的标价去借按揭给你 所以你是完全是你给一笔很小的钱 那笔钱就回回来 那你就可以上楼 有些像现在你电话上台那只放食 就是你整天你安装了一个很贵的计划 然后才又回回钱给你 其实它在用类似这条招 因为它们都要选择抵抗 即是它层楼不可以标价太便宜 如果你标价明明一百万 你个个都可以六十万六十万去买的时候 你楼价会下跌 所以它永远都要确保标价也维持在一百万 令到楼价不要下跌得这样 它不介意便宜价卖给你 也有点像股票 你交易一元的股票 但你可能拿PACING的时候 可以以抵抗两成 这个就是那个原理 就是永远有些桌底抵抗 是可以这样对回数 其实发展商当时都用这个对数的方式 就是2003年 也解释了为什么 2003年那时上车的人 就觉得原来买套那么容易上车 当然是容易上车 你会有这样的offer 也不要说你入息能力 和你供楼的楼价负担指数 不用说这些东西 就是你有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你已经屈了机 你可以慢慢供 你首期都可以不用拿 因为你象征识 晓了一晓首期 之后几个月又回给你 那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操作 这个就是变相一些十成按揭 可以怎样扭来扭去扭桥 可以做到一些按揭财计上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踢爆金银钢》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订阅Sky Finance的Facebook Page 和YouTube专页 也可以支持我运水的个人专业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运水